好,下半場我們的討論是繼續的 其實上半場我都講過 我對於香港基督教和那種政治的關係 是很關注的 在這裡講一句 我最近經常在我心裏 營繞不去的一句說話 即是對戀來的 我忘記了誰說的 他説都是一個基督教人士 他說應該建構一種帶著深刻政治關懷的神學 但不是被政治利用的神學 但我不斷在想 其實是很難的 辯證的張力是很大的 要建構一種深刻關切政治的神學 而不是被政治利用的神學 這樣就好值得大家想一想 我自己也覺得去政治化的本身 就是一件非常政治化的事 不知為何現在香港很多堂會 都不明白這件事 即是去政治化本身是非常政治化的 我記得我以前還回教會那個年代 我曾經跟我教會的牧師說 我想帶一些年輕人去參加六四的祝福壞會 他說不要了,這麼政治化 我回應牧師說 你不帶他去美眾政治化 這樣 那牧師就沒有跟我說 就是這樣 由於我關心教會和政治化 就參與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去吳中文牧師 即是報道會講福堂 在遠東金融中心樓下一個街頭崇拜 因為吳中文牧師就說過一番說話 在五區公投的時候 他就說要把一些暴力和粗口和這些 的人趕出議會 投白票 那開頭叫人投白票 其實是否定這件事 但是我們知道後期投白票 原來都是肯定這件事 寧願投白票都好過不會投票 但是他開頭說的時候 我們就作為一種打壓這件事來理解 所以他在教會樓下開了一個街頭的集會 就請了阿恭立仁老師 還有陳士齊 仔Sir 一起去他們說了 分別回應了吳中文說羅馬書十三章 其實剛才上一集 Kairox Document 又是說原來沒有分別 沒有進步過 其實基督教基本上全世界都是 就是用羅馬書十三章 吳中文說要順復掌權的黃毓民 他們說五個人就不信復掌權 所以就投白票趕他們走 就是這樣 阿恭立仁和陳士齊就分別說了這些 其實Kairox Document都有說 他說為何用羅馬書去講政教關係 為何不用啟示錄 聖經很多元 你有不同的人 有抽取不同的東西去死 帶著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背後 可能他不自知 我相信不中文 我非常量解他們去理解 看會就是他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也寫了一封公開信 在時代論壇 登我出來 就問廣福堂 就問報道會 因為不中文是屬於報道會的 我上報道會的網頁 我看到他們那些 報道會的章情 什麼什麼 七七 又說我們是free church 就是鑑於政教的關係 以前那些教會太密切了 所以我們就要free church 我們就自由於政權 我們可以政教分離得很厲害 我寫了一封公開信 就問 你是否根據你的精神 現在這個報道會 有個人叫吳中文 說這些話 之後呢 報道會就找了三個人 叫陳劍埃 另一個叫莫樹堅 另一個叫墨文本 頭兩位是牧師 第三個是以樂團契的人 亦都是報道會的 不知道什麼什麼高層那些 三個人就 三位一體在這裡 見我和紫健 就是我另一位神學路上的好朋友 他們都是重新解釋 我問他的問題 你是不是政教分離 其實我自己怎麼想呢 我覺得政教分離是不可能的 政治和教會的體制上不結合 那當然是政教分離 但是這裏是否結合呢 這裏是否結合 這裏是否結合的 所以我覺得根本是不可能 這裏是不可能分離的 譬如你說基督教會 走去七一遊行 那已經不政教分離 因為這裏不政教分離 但體制上也是政教分離 我問那三個人的時候 那三個人當然是說 我們當然是政教分離 我們是 一度都是緊守這個原則 那我就問他 你政教分離 你們旗下的兩位牧師 譬如我提到蘇詠智的 蘇詠智曾經叫大家 在西九那裏 選西九議員 梁美芬 叫那些西九教徒選西九議員 很明顯他是西九牧師 我不是說髒話 因為他教會在西九那裏 對不對 那是政教分離 我不是提出這個問題 問陳劍開 即是牧師 他又說 不是 他們那種的看法 就是 他就覺得 他就沒有說說蘇詠智 他就避開了他 他就說說吳中文 他說吳中文 他說在道德上面 那些事情應該要離開議會 例如說髒話 譬如拼招 那些暴力 在道德上 就是不好 那些事情就是一拍即合 令到保守的建制派的一些議員 也好 政治團體也好 和教會就找到一個合作的橋樑 正如大家如果還記憶猶新的 蘇錦良當年還未做副局長的時候 他還是那個民建聯的 裡面的核心人物 他和曾鈺成那些 是在蘇詠智教會 搞了一個叫主靈愛家庭的家庭聚會 在那個西九那裡 那區那裡 叫西九的市民 就是要愛護家庭 敬愛父母 大家相親相愛 那就真是好事了 這樣 一拍即合 透過道德性 這些保守的議席 但是他又解釋到 他說我們是政教分 我們不會在政治上和他走得好 我們只不過在道德的議題上 和他互相合作 嘗嘗 死了嗎 這個是第一件事 我當然是和陳乾開牧師說 我不接受你這個解釋 陳乾開牧師就說 你要小心啊 快一點小心被政治利用 你參與那些五區公投 我又說陳乾開牧師 你小心啊 你整個報道會都壓下去了 小心被政權利用 你又 這樣就沒得對話了 之後就朋友都沒得做了 真的 真的沒得回頭了 這樣 又有一次 又和馬時亨那個全球祈禱日 又是發生一些衝突 連續去了兩年 第一年 就沒什麼心思熟慮 底下就去拉Banner 第二年就不是了 第二年我們就不是去拉Banner 我們沒有去拉Banner Banner 都沒有帶入場 我們就帶著我們自製的 紙製的十字架 上高有 魏魏魏 趙連海 和譚作人 那些 是吧 維他門討告 有個十字架 我們都沒有叫囂 因為當林瑞倫 當吳鎮志牧師 蔡元雲 蔡元川那個雲 蔡元雲 叫我們起身討告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拿著我們那個 紙製的十字架 默默地祈禱 怎麼阻礙大會呢 然後大會就蜂擁 基督徒就走上來 一邊打我們 一邊就說 耶穌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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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爛了我們 那些十字架 然後我們就問 為何你撕爛了你的十字架 那些十字架 那些十字架也是你的十字架 他就不回答我們 就驅趕我們離開會場 第一年我還和馬時康 這個全城更新的負責人 是一個女士來的 蔡姊妹 是有個對話的 因為我們曾經是相識 都是朋友來的 那對話的時候 他亦都是用 law and order 就是剛才上一集 Kairos Document說 教會那種的國家神學 就是保障law and order 經常就說 一說就說創世紀 上帝有秩序 有什麼 有春 那些 我還沒有和他辯論 你那個law and order 是一個不公義的law and order 大哥 那又是不明白 又是無得對嘴 不知道為什麼 又是沒有朋友做 這兩件事 就讓我看到 那種的政教關係就是 就是什麼事呢 就是 他找到一個 折衷式的政教分離 香港那些教會就是 什麼叫折衷式政教分離 他在政權上 他不會很表面告訴你 我支持政府外國教育 他不會這樣說 但是他找到一些位 是洩到一些位 就是一拍即合 那些位 我還可以說一件事 就是天梯市團 即是黃碎君 黃碎君 黃碎君牧師 在九龍城搞得很 是個小的那位牧師 是女牧師 本來想著 有個女牧師 都很好 我們這些女性主義神學 的擁等 有個女牧師這麼成功 好耶 原來他都是一個 折衷式政教分離的表表者 其實我們都是很諒解他的 即是我跟很多朋友 甚至跟他一些很熟悉的朋友 討論 他們做很多社會服務 他們做社會服務的時候 甚至在廟街 在油麻地 得到政府很好的支持 和資助 整層樓 不用錢 一元租給他們 用來做辦公室 很支持他們 他們都做得很成功 人物關係 各樣的 天水圍他們都發展得很好 天梯市團 天梯市團 是甚麼事呢 他有一次 記不記得余若薇同 曾蔭權辯論 在623政改之前 他們發了一個討文 給各大教會 那個討文 就是非常之 暫在政權 暫在政權 的角度 為大家祈禱 找回 讀給大家聽 如果找到的話 是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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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聯合起來 為政府討告 這樣 請大家 為 香港政府 能夠向市民 清楚說明正確方案 市民和政府可以配合 而對政府 和 中國的不信任 能夠破裁 這樣 這一點 第二點 原上是打開香港市民的眼睛 不要被一些字面 以思所迷惑 能夠看清楚 事實的真相 這樣 香港市民能夠聯合起來 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因為有信有愛 在我們的城市和國家 一切的不信 和缽孽都要被除掉 這樣 願神掌管立法會 這個辯論 就是余若薇和曾蔭權 這個 所有政黨都聯合起來 成就神的旨意 願神的國公臨 願旨意成就 香港的命定得以實現 這樣 為特首曾蔭權 和公民黨黨夫余若薇 進行這個辯論討告 願神的平安 你別以為他為了兩邊祈禱 願神的平安 聖靈大令曾特首同在 並按照聖靈所致的話 以來應對 願神統管他們口裡所發的 一切言語 這樣 奇怪 大家看到這些 如果我很諒解他們去想 他們當然 黃瑞君牧師也說他們是政教分離 我們教會是政教分離 我們是政教分離 但他解釋不到這些 所以我認為他的政教分離 只是一些 折衷式的 不是站在 我們剛才說的 Kairos Document 或者站在巴門宣言 那些 認訊教會那邊 也不是站在 受壓迫者 或者不是站在人民那邊 而是站在統治者那邊 所以我現在問一下問一下 這些問題 我都不會問 你是否是政教分離 我是會用 公立人的一個問法 這個問法 就不是問 是否是政教分離 我就問 剛才我剛才說的 對亂 要建立一種深刻的政治關節神學 但不是給政治利用的神學 即是我站在泛民那邊 但我都不會給黃毓民去利用 我不會為社民 或者人民力量去做神學 我亦都不會 但我亦都不是站在政權那邊 去講那些 教公立人怎麼說呢 他說 基督教是一個站在被壓迫者旁邊 使人充權 使人有尊嚴的宗教 還是束縛人 使人去權的宗教 我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 因為問政教 政教關係是怎樣 還問政教分離 似乎 因為他那種折衷式的政教分離 可以很巧妙地去 去胡混過去 所以我就要問他 你是不是使人充權 你是不是站在受害迫者那邊 還是你的理念 你的意識形態就是 維護社會那種建制 維護社會那種主流立場 那種神學呢 現在要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恰當 在近年 香港 其實都是越來越令人擔心 Kairos 你說是否 但又好像沒有南非那種 種族隔離政策 那種禁極權的情況 所以說溫水主話是對的 溫下溫下令你不覺不覺 但可能溫水更恐怖 那種種族隔離的力量 那種軍人政府 或者好像緬甸那些 可能這種溫水主話 溫下溫下溫下 還是死的都不知道 有時候 所以就有必要 有些我們的瘋人 是走去 你說踩場也好 你說做些 一本堂會不會做的事也好 有必要去發出 這一類的聲音出來 我覺得 好 多謝大家